美国当地时间11号晚间11点59分前 总统川普时代的移民限制政策第42法案正式失效 超过15万人涌入美墨边界 孩子坐在爸爸的肩膀上 席家带卷惊险渡河 这的画面过去几天不断的上演 有人把婴儿装在小行李箱内顶在头上 徒步渡河 有9个人挤在一张充气床垫上 移民们在墨西哥以及美国边境扎营 席地裹着席波纸睡觉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强调 边境没有开放 喊话不正常的穿越就是违法 过去第42条法案 让边境人员可以以防疫为由 迅速的驱逐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 和寻求庇护者 如今失效之后 第8法案也会激励的生效 非法入境恐怕处法至少5年不得再进入 还可能面临刑事的起诉 第42条失效之后 美国南部边境有路的移民数量 每天可高达1万人 也让边境城市感受到无比庞大的压力 外游哥林比亚和巴拿马交界的达连 爱口没有公路连结成了移民偷渡的主要路径 但这却是一条抵达美国边境前最险峻的路线 移民们必须要顶着暴雨 翻越陡峭的山峰 射过湍急河流 也很容易被山贼土匪劫财劫色 千辛万苦非法越境 只为一元美国梦 记者送不到